作曲 李宗盛 欸 難得 沖繩的第一特產 怎麼是黑壓壓的一坨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噢 虛破的 變成蛇竿 那這個沒有 它沒有把頭去掉 就整隻蛇嗎 對 就是整隻蛇 這個蛇是有毒的嗎 對 毒蛇 好奇怪的感覺喔 他們喜歡吃這個喔 這感覺好像在吃藥粉耶 哪裡 這裡的葡萄竟然跑進了水裡 不但跑都跑不爛 口感更是一級棒耶 你看一看 一顆一顆耶 好像葡萄的感覺喔 對不對 剛剛嘴裡面好像咬那種什麼東西 那個魚卵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來… 有沒有看到這一小顆一小顆的牙 你看有大有小 長出來很像一串 身懷劇圖一搖冰冰的 古咪黑比海蛇 既然是個機關柔又可愛的動物 好大一隻喔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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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麼抓 我要怎麼抓 它跟一般陸地上的蛇 看起來就是一樣的 而且它是屬於三角 你仔細看 三角頭的 那我們對於蛇的嘗試 三角頭的 我們可以算是獨身嗎 這尾巴呢 就可以分辨出來 它是海蛇 因為後面這個 這個尾巴長的這個樣子 可能是方便它游泳吧 日式海蛇料理大骨湯 沖泽人怎麼搞定它 好大 還是活動力滿強的 好強… 要放一下 放一下 把蛇魚來把它去掉 這樣蛇魚就脫掉了耶 好強… 好強… 這樣蛇魚就脫掉了耶 好強…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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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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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儘管咱們就先往九高島 生吃夜光沛 脫吞海葡萄 直到沖繩最大海蛇鋪 切開海蛇至乾的神秘面紗 相信來沖繩觀光過的觀眾朋友 對國際通一定不陌生 整條大街上賣的全都是沖繩的特產 紀念品和伙伴 各式各樣的產品五花八門 保證讓你買到手軟逛到汽船 然而沖繩的特產除了黑糖 泡剩酒之外 你可知道還有什麼東西嗎 好強… OK 這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以為是什麼呢 我知道了 因為你知道 我看到這個 你知道 黑黑的一卷一卷的有沒有 這個日文名字呢 叫Nasai 那它…因為它乾的嘛 所以就Ganasai 有沒有 不夠神奇的 有沒有 很像有沒有 我們的便便 一圈一圈的 但這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海蛇 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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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海裡面的蛇喔 怎麼長這個樣子 你拿下我看看 拿下我看看 這個名字給你 謝謝 這是海蛇耶 你請他拿一串 來看看 可以 可以 為什麼海蛇是顏色是黑的啊 這個是燻過的 噢 燻過的 變成蛇乾 那這個沒有 它沒有把頭去掉 就整隻蛇嗎 對 整補 整補 這個蛇是 有毒的嗎 對 毒蛇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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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倍的毒 欸 正在海裡面不要亂游泳啊 來沖繩 有沒有 嚇一下看一下旁邊這個 十倍的毒耶 咬到就出人命了 我看 這是這裡的特產對不對 對 只有在沖繩游嗎 沖繩群島 沖繩群島裡面的 海裡面的嗎 對 對 那現在它是藥材嗎 還是食物 當食物 當食材 這好吃嗎 對 料理的特產 好吃 好吃 海鮮料理 海鮮料理 很美味 這是米粉 你喜歡吃汁 就是 好像紅燒一樣 紅燒的 紅燒的 好像麻 對 對 這個呢 對 泡的 泡的 粉末狀的 開始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來 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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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喜歡吃這個喔 這感覺好像在吃藥粉耶 很像中藥耶 對 這個呢 這個粉粉 不是藥 不是藥 那他們一般在什麼時候 吃是配飯吃嗎 因為料理就比較麻煩 是 那這個很一樣 對 所以是健康的 吃健康的 就是健康食品 就是健康食品 這一坨坨黑壓壓的 有咪黑皮 海蛇肝 在早期可是王宮衛族 才能夠享受的宮廷料理 現在只要在沖繩的街頭一般的雜貨店裡 通通可以看得到海蛇肝高高掛的景象 而這種海蛇肝磨出來的海蛇粉 除了直接嗑之外 當地人也會把它加入湯頭來調味 不管是肝也好還是粉也罷 據說不但可以清雪不鬧皮膚好 咱不老哪被叫哪被用 也可以靠它喔 要說它是沖繩第一特產案 是一點也不會過 經過我們的線報池出的 也就是這個魚市場裡面的某位大哥 跟我們講說所有的深蒙海鮮 其實出自於九高島 也就是他們在附近的一個小島 大概坐船過去呢 20分鐘很近 所以用眼睛一看呢 我在猜啦 可能是那個島 有沒有 因為真的很近嘛 像平常我們出海的時候 一下喝好久 這次大概20分鐘 還好啦 那那個攝影師就不用再吐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上船啦 走吧 前往九高島是為了一堵活體 Umi Happy的真實面貌 和那海蛇治乾的過程 為了安全起見呢 我們找到了日本海底生物界 首席的專家 Araki-san 與我們同行 不過在抵達九高島之後 先要尋找的不是海蛇喔 而是號稱日本鮑魚的夜光貝 因為呢 九高島正是夜光貝的原鄉 想看到它還沒那麼簡單 咱們得出海潛水去 現在這個區域啊 是因為它是這個 海的深淺交界處的一個地方 所謂的深淺交界處呢 就是它底下這個海的底下的地形呢 可能這樣子斜 這一點點的斜度 突然間它會變成這樣子 它在這個地方呢 就會長很多的牙口袋 現在夜光貝都深藏在這邊 有沒有 就是一個斷層的地方 那因為呢 今天這個斷層的地方呢 不是很深 因為它長到外海比較深 大概一般來講 他們都出去外海 大概十分鐘左右 那今天在這邊 我們要看我們的運氣好不好 有沒有 你看它這個整條管子 它在那邊 它現在人往右邊走了 現在應該要到右邊去了 這夜光貝為啥叫做夜光貝呢 顧名思義就是在七黑的夜晚 它會發出微微的夜光 尤其是在海底十五公尺 深的斷層上 就特別容易引人注目 夜光貝這個名號 也因此不敬而走 我就說嘛 對不對 我們這位兄弟呢 一定是日本人的情神 不怕 兄弟 好 OK 夜光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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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這是夜光貝 夜光貝 你看 這就是夜光貝 沒有錯 就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它這樣翻過來 這一塊 這塊長得很像鮑魚有沒有 鮑魚就是長這個樣子 沒有錯 看完藍的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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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很貴耶 這裡好多車菊被喔 都是車菊被 所以今天的成績呢 有兩枚 兩枚這個小口袋 好大喔 有沒有 這個車菊被在那邊也有人來吃嗎 不是 我吃得到 可以吃 可以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哪一個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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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好不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 好吃 都好吃 薩西冰 對 薩西冰的了解 咱們第二格因為風浪過大 無法正式出海 正擔心會沒有收穫時 沒想到運氣還不賴喔 不但找到我們要的夜光貝 還連本帶力撈到許許多多的車菊貝 看來在沖績這片美麗無瑕的海底底下 漁果量一定相當的可觀 好啦好啦不安收工 咱們上岸殼吧 夜空開刺身 OK 開 這怎麼弄 刺身 來 五爺 再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它會出來一點點 出來一點 OK 因為那個殼非常的硬 了解 這個放著 先吃這個 車舉背 這個OK了 刺身 好吃嗎 這個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哇 信誠先生很厲害 他怎麼都會 是 海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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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干貝的部分耶 對 當然當然這就是干貝的部分啊 這是干貝的部分 有沒有 這一塊我在猜 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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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 甜的耶 甜的耶 甜的 這是第二個好吃的地方 皮的部分 皮的地方 皮的地方 好吃耶 皮的地方 那個很脆耶 然後干貝的地方很好吃耶 它長得真的跟鮑魚很像耶 對不對 很像啊 很像阿巴羅里 對啊 你看連肉啊 連它外面的那個 組織的那個 整個身體的器官的長 的樣子都很像 因為鮑魚呢 本身它這一塊就是七角 然後旁邊這邊呢 這邊有分是青邊鮑啊 青邊鮑魚 跟黑邊鮑魚 還有虎邊鮑魚 那這個呢 感覺上就很像黑邊鮑魚 那我們沙西米斯吃哪一塊 稍微硬了 稍微硬了一點 稍微硬了一點 我覺得它是很緊張的啦 死的時候是很緊張的 很硬耶 OK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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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鮑魚 車鮑魚好吃一點 因為小小的很軟 話說這沖繩群島 是從一門腳追南部到台灣之間 所散落的一群大大小小 一百六十幾個的島嶼 其中距離台灣最近的一座島 也才不過一百多公里 位在沖繩奔到東方航程 跟二十幾分鐘的九高島 島上的一草一木 一起一物 看在我們的眼裡 總有一股說不上來的熟悉感 看看這屋子裡頭的屋頂 再看看大門 以及屋頂上的風濕爺 你看看你看看 這裡的街景 怎麼都和咱們金門澎湖有點相似呢 相似的到實在令人質疑 這裡到底是澎湖 還是沖縄出神呢 九高島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mini island 非常mini的一個小島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光用步行的話 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內呢 就可以走完了 那上面的人口呢 才不到一百人 很好玩吧 而且這邊附近有個小學 聽說這個小學裡面的學生呢 只有十個人 所以是一個非常純樸的一個小島 那這個島上面啊 它有兩個特產 一個就是海蛇啦 另外一個 我們打聽到有個叫海葡萄 欸 水果居然在海裡面耶 很奇怪吧 所以我先帶觀眾朋友 一起去看看這個海葡萄 長什麼樣子 走 欸 奇怪奇怪真奇怪 葡萄不是長在樹上的嗎 怎麼會跑進水裡咧 難道是沖繩人研發的新品種 還是為了促銷套上一個新名詞 搞出來的新玩意兒呢 小滿我心中是滿滿的問號加問號 聽導遊說 海葡萄是沖繩的特產 不管是大商店小商店 超市還是傳統市場裡面 絕對絕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身影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來沖繩那麼多天 小滿我呢只顧著看美女 居然卻沒有發現它 原來就在我們的身邊啊 哇 這裡有好多這個池子喔 而這個地方呢 就是這個養殖海葡萄的地方 那我想這海葡萄 應該就是在這個池子裡面 把它拉起來看一看 欸 真的耶 欸 你看一看 一顆一顆耶 好像葡萄的感覺喔 對不對 海葡萄 你看一串 好幾顆喔 嗯 哇 這好幾顆 欸 好玩耶 這個一 放到嘴裡面 好像那個咬 咬那種什麼東西 那個魚卵 有沒有 咬魚卵 然後它爆爆爆一個一個爆開 我以為咬到水果 在海裡面 結果呢 這大概是水草的一種吧 這海葡萄的口感真是很特別 咬起來不但像是在吃鮭魚子 不時還可以聽到 噗滋噗滋一顆顆被咬破的聲音 難怪這裡的人稱它為植物中的魚子醬 真的是再貼切不過啦 另外 海葡萄含有豐富的纖維質和礦物質 裡面咸咸的黏液 更含有人體所需要的多醣蹄 是一種非常健康的食材 多吃是有益無害啦 這讓我想到 日本是全世界的第一長壽國 而沖繩又是全日本第一的長壽縣 這裡的人能夠如此的長壽 其中的秘密武器 該不會就是那個海葡萄吧 他好像在弄這個 不好意思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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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謝謝 對 難道是我的日文講得很差嗎 這個你問他現在在幹嘛 他在把這個海葡萄 在那個處理把它 從那個牡葡萄裡面把它分枝出來的意思 像這樣子的海葡萄收成要養多久啊 因為冬天大約要35天 所以夏天25天就可以了 你問他這個最大可以長到多大 15公分 太長了齁就不漂亮了 這是有種子的嗎 叫做母藻 從母藻開始 母藻 哪一個是母藻 他右手拿著那個 這個叫母藻 對 母藻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無性生殖 喔 無性生殖啊 這不需要用公跟母來配就對了 對對對 旁邊有那小小的芽對不對 它慢慢會長嘛 喔 大概35天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來來來 有沒有看到這一小顆一小顆的芽 有沒有 它這上面的這個 這個是它長出來了是不是 對對對 你看有大有小長出來 很像一串 所以這一條叫母藻 對對對 對不對 應該講說這一根叫母藻 對 然後把這個葡萄呢 你看我都叫葡萄了 把這個一串一串的海葡萄 把它拔掉之後呢 這一根是有作用的 它可以再繼續繁殖 是這樣子 它所謂的無性生殖是這個意思啊 海葡萄雖然屬於無性生殖 不需要公跟母的交配 就能夠自而生自而長 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把它丟進水裡 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呢 答案是 大妹 光線不足不行 水溫太冷不行 水溫太熱也不行 它卻和小baby一樣 不好好照顧 可是會死悄悄的 至於剛剛採收下來的海葡萄 還不行馬上裝箱 必須先送進富裕池裡 等待個幾天 讓牠們更強壯更健康 才能夠出貨喔 說是富裕池 小馬我覺得 不如說是小baby的保溫箱 會更貼切些 好 現在呢 其實大家有最後一個階段呢 這個地區有四個池子 這個就是海葡萄的復原區 為什麼叫它復原區呢 因為它從這個母枣上面把它取下來之後啊 它這是有一種像膠質的東西 就好像人被 什麼東西被截肢一樣 它這邊就有傷口 那這個傷口呢 為了不讓它爛掉 最後再放回這個水裡面去 讓它養 然後它總共分四天 養四天等它這個傷口愈合 它就等於變成成品了 現在這個池子呢 是今天拔下來的海葬 放在這裡 這是昨天的 再來是放第三天的 放第四天的 第四天就可以裝箱出去了 就出貨了 台灣還沒有人住 厲害了吧 蛤 蛤 想到做生意的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 不妨來沖著這邊考察一下 是喔 都在這裡喔 你看 都在這裡啦 聽社長大哥說 這裡的海葡萄只要一裝箱 當天馬上全數運送到至本島銷售 雖然每天呢是按時出貨 卻還是常常供不應求 不過本島人吃 看到沖繩人對它如此癡狂的程度 大家應該就曉得 這塊大餅有多大了吧 說到這兒 聽說這裡的另一樣產業 海蛇乾 銷售是更勝海葡萄 島上的人不只會製蛇 更會抓蛇 嗯 海蛇不是非常的毒嗎 聽說只要被咬上一口 不都說馬上一命誤呼 小馬今天的特別任務就是抓海蛇 我的媽呀 我蛇還沒有抓到 我的小面就先沒了 在前面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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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沖縄的保護所在沖縄裡的餐廳 所以你捕捉了很多餐廳 很美味 捕捉了可以嗎 小心耶 哇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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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看中心的 很好看它有多厲害 這隻喔 仔細看喔 這種椰子線你們見到的時候 都在海邊見到 你不要隨便去抓 這個很厲害的 OK 喔 喔 完了 完了 我現在已經拉不開了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沒有 而且我還可以轉喔 我還可以這樣子喔 你看 這如果是你的手指頭 你想想看你多慘 哇 OK 你放掉 你家要放手 你家要放手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 對不對 雖然你看它 像不像這個蜘蛛 長得很恐怖的蜘蛛 但是呢 它就在這種樹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放回去好了 好好好 這隻給你當玩具齁 乖 給你當玩具 好 把它放回去了 這隻是它 它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走過來的時候一看 它哪個蜘蛛幹嘛 那個我不要理它了 就把它放在這邊 咱們台灣早期 可也是椰子蟹的原鄉 曾幾何時 就這麼被陶客們 吃啊吃啊抓啊抓的 如今 早就被列為保育類的動物 連碰都碰不得 雖然在日本 椰子蟹並沒有列入保育 在市場裡頭呢 也看得到 也買得到 但也不是隨隨便便 想抓就抓 非得利用捕蟹執照 才擁有捕抓 椰子蟹的資格喔 欸欸 請站長 來 我 那個 你幫我問他說 我們現在這裡啊 為什麼到這裡 這裡是海蛇出沒的地方嗎 在山欄裡來的地方 所以 從下進去 看看中間 這裡是海蛇 會常來這裡產暖的地方 是嗎 所以它要帶你下去 看一看 那它會不會爬路上來啊 就一直在這個穴裡的地方 進來 沒有岩石的鳳 不會到這裡來產 是是是 所以我們往下走就好了 對對對 喔 小心耶 小心耶 心敗耶 OK耶 欸欸欸 小心小心小心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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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以啊 可以嗎 嗯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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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小心耶 哇 抓個海蛇要攀點你看 你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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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等一下 這裡可能就有海蛇 海蛇 你看喔 漂亮 這頭 唉唷 很恐怖耶 下來這個地方 我先問一下 這蛇 是不是很毒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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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教我怎麼抓 根據阿拉基桑所寫的書 沖繩海洋危險生物中指出 海蛇是一種帶有強烈劇毒的海底生物 其毒性甚至要比陸地上的蛇類 強上好幾倍 牠們通常都會在殘暖期 利用潮汐游上岸 躲在珊瑚礁地形的岩縫中殘暖 眼前的每一個洞 都有可能是一個毒蛇哭物 大概是哪一種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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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那種小小的洞裡面有沒有 這都是他殘暖的地方 生小孩的地方 這邊又有一個洞 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洞 現在有嗎 對不對 可能有 也不有 應該要找還是找得到 這樣子是不是 看一下 哇 這洞裡面蠻大的 而且聽說啊 這個海溝裡面的岩石底下 是通到裡面去的 可見喔 如果說它這裡面真的有個大洞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海鞋洞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先找到看 因為馬上就要脹潮了 OK 好 繼續 我們先找到 有喔 有喔 看到 看到 好 抓抓抓抓抓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 好大一隻喔 嗨嗨嗨 好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要怎麼抓... 沒關係... 這很大一條耶 抓到前面是不是... 不像他一樣的抓著 OK... 好... 抓到這邊... 他咬不到我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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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一般陸陵上的蛇看起來 就是一樣的 而且他是屬於三角頭 你仔細看 三角頭 那我們對於蛇的嘗試 三角頭的感覺上就是獨蛇 這尾巴不太一樣 有沒有... 這尾巴呢 就可以分辨出來他是海蛇 因為... 這個尾巴長得這個樣子 可能是方便他游泳吧 對... 方便他游泳對不對 對... 那這個在陸地上也是可以生存嗎 那這個在陸地上也是可以生存嗎 在海中 但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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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海蛇身懷劇毒 被他咬上一口 就要你的命 但他呢 其實是個爛好人 脾氣好得很 你瞧 想把我這麼對他 又捏又抓又掐又擠的 他就是不懂得反抗 不但如此呢 他還常常迷路 跑到人家的農田裡來 也因此 岛上呢 就為他立了一個公布欄 公布欄 公布欄上面寫的意思是 看見海蛇寶寶迷路的話 麻煩請你帶他回家吧 好 阿姨 阿姨 我沒有咬過的事 但是 在這個島上 有死的人 蛤 被咬死啊 對啊 因為有牙齒嘛 那我可以看牠牙齒嗎 牙齒嗎 牙齒很小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牙齒很小 這個眼睛 眼睛的牙齒 鼻子 鼻子 對 把它打開 我看一下牠的毒牙 牠會不會噴毒液 對 對 因為很小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看到 OK 不好意思請你張開嘴好不好 這個很小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好尖喔 小小的牙齒好尖喔 這個 這個 喔 在很後面 這個 在很後面 有有有有看到嗎 這個 那個很尖的牙齒 這樣拍拍得到吧 但是拍不太清楚 對不對 可能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因為牠那個嘴巴 牙齒太小了 牠吃魚嗎 對啊 對 對 牠吃魚是不是 對 細長魚 嗯 細長魚的 像布拉魚啦 有沒有 秋刀牠應該就吞不下去 秋刀可能 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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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魚會墊牠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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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厲害 長得很像 但牠比門魚強 你看好厲害喔 OKOK 好把牠放起來 只要在海蛇的產卵旗一到 這片珊瑚礁就會立刻湧入島上的捕蛇人 到此捕海蛇來煙熏至乾 據說九高島上的居民各個都是捕蛇高手 人人都懂得如何煙熏至海蛇肝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想了解的時候 居然遭受到拒絕 因為海蛇除了是牠們的身材工具之外 島上的居民甚至還把牠們當作神來看待 我身後的就是海蛇的墳墓 沒有 所有被抓到的海蛇都在這間房間裡面被熏 然後你看牠門口這個布條裡面都黑黑的 然後熏出來的海蛇肝就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牠大門伸鎖 因為這是人家的商業機密 不能讓我們繼續跑 所以呢 我只好在門口拿著海蛇肝 想像一下裡面有好多海蛇被熏的樣子 OK 好不好 沒辦法看啦 但是應該有海蛇可以吃 從門窗伸鎖的小木屋旁散落一地的海蛇皮來看 我們確定這個小木屋應該就是煙燻海蛇的地方 而不願露臉的捕蛇人說 牠們將捕來的蛇關在鐵籠子裡 先餓上牠兩個月之後再拿進去熏制成竿 而旁邊的這座小木屋 你別看牠雖然是破破舊舊的 牠可是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了 打沖製作蛇肝的方法一被發明之後呢 就一直扭傳到現在 你看 這個海蛇它本身有撞羊的效果 開玩笑我們那天看到那個蛇肝 以我們台灣人的這個想法來講 撞羊的東西一定要現抓現在 對不對 但是很可惜我們在抓的地方 沒有辦法料理 所以呢 我打聽到 要吃到火海蛇 一定要來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來日本沒有來居酒屋算什麼 來來來 這邊有很多裡面都是 有沒有 深蒙海鮮都在裡面 好 開開開開 哈哈 海蛇です 海蛇 海蛇 這家呢 聽說在這邊是蠻有名的 而且裡面有那個 3B線 3B線 有沒有 那個叫三味玄 老一輩的長輩應該就清楚了 好不好 這家 我們下去看看 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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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可以做Ruby Heavy料理嗎 可以 可以 好 好 料理... 吃... 我可以進去嗎 可以 進來... 進來... 來... Ruby Heavy料理 他這個很粗耶 我抓過了 沒有那麼怕了好不好 我抓過了 OK了 那就... 來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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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活動力蠻強的 所以深蒙海鮮 一定要來這個 秀吉的地方 居酒屋 對...居酒屋來吃 OK... OK的... 但不想要我親害的 OK...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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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總喜歡在下班之後 窩在居酒屋裡喝點小酒 是眾人皆知的 不過在居酒屋裡會出現海蛇料理 全日本可是只有沖繩才有的現象 誰叫海蛇是沖繩的特產 你瞧 看看老闆特別為我們留下活口 又黑又粗的 光是用看的 就給他有夠強有夠病 在這板上你看 先把頭... 先去掉 深蒙蛇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頭不去掉的話 還是有可能他會咬你耶 小心啊 對不對 啊... 跟台灣人一樣 我終於已經感覺到了 好像回到家鄉一樣 喝蛇雪 喝白酒 台灣人也是這樣子 世界各地人好像都很愛喝蛇雪 小馬我 曾經在印尼 有沒有挑戰過 三蛇三... 三蛇三鞭 大補酒 畫面有點血腥 不好意思喔 但這是日本料理 OK...OK...OK... OK... OK...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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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來... 開開... 來... OK... OK... 乾杯... 乾杯... 好 竟然整個人撞起來了 好 你看 還在動 你看 代表 他這種蛇 也是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強 感覺上就很OK OK 繼續 原來在日本料理 喝蛇血的方式 和咱們台灣是如出一測 該不會接下來 所有料理的每個動作 也和咱們載蛇的方式 是一樣的吧 對… 現在我是代表 代表 是嗎 是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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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煮一下 我現在不用代表 OK 大丈夫… 好… 這個 現在嗎 是 師傅 還可以整個臉 這還可以 烏肉 烏肉 OK… OK… 要燙一下 燙一下 把蛇皮來把它去掉 好 剁個冷水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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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扯皮就脫掉了耶 喔… 喔…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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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喔… 喔… 從這邊開始是 對 沒關係 OK 仔細看牠們殺這個孩子 方法呢 其實跟沙曼魚很像 頭都要先把牠捏住 把海蛇整隻剖開來 你問牠這條海蛇啊 在牠們店裡面賣算大隻的嗎 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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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大隻的 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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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杀也杀了 剁也剁了 接下来的日式海蛇料理的处理可就麻烦啦 光是要把这蛇肉给煮熟 煮烂 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不过聪明的老板知道我们要我来 老早就煮好一锅 等着我们啦 海蛇丢海蛇料理 这个是用煮的哦 sup 那sup 要先喝一口sup sup en 很像茶碗蒸的感 这个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土蒸 土蒸瓶 一瓶里面一个小胡子里面 汤头是一样的 eh 喝起来好香哦 øy 시 本当に欧瀕し 今尋用 尋用 好 那我來 好 好 愛して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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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謝謝 愛してる 好好吃喔 嗚 這吃了甜味的最好漂亮 對啊 好好吃喔 怎麼說呢 日式海蛇料理的口感 就像是煮爛的雞肉一樣 而配菜裡更不用說 撒西米是一定要的 嘿嘿 而同樣是沖繩特產的黑豬豬腳 甜不辣也一起擺上桌 也同樣是美味 這樣一份日式海蛇料理大餐 從賣相的角度來看 硬是比一般的大鍋煮的舌湯 燙蛇肉海藍的精緻 日本人果然是一個 凡事講究包裝的民族啊 很有這個聚酒屋的感覺有沒有 馬上這邊客人開始跳鼠舞來 在琉球傳統音樂三味線的旋律下 小馬我又完成了一項任務 原本以為毒性猛烈的海蛇 會是一種脾氣胸殼的人血動物 沒想到它竟然是個爛好人 完全沒有脾氣 雖然海蛇和椰子蟹在咱們台灣 都屬於保育類的動物 禁止爛殺爛捕 而同樣的東西在日本 人們也抓它、吃它 卻沒有瀕臨絕種的問題 差別在於人家懂得如何自治 才能夠讓這些動物 生成不息的繁衍下去 世界定義